昏暗的苍穹下,弥曼神威的血肉山,许青的身影屹立在山顶,凝望天空。 她的目光落在灵儿魂体的一刻,使海内的小白蛇也睁开了眼,有所感应,传出声响。 咕噜咕噜。 随着童猿魂音的召唤,半空中灵儿的魂,身体一颤,想要抬起头去赶之。 可四周环绕的十八条青色雾气龙蛇突然游走,散出浓浓的气韵,形成禁骨之力,阻隔了灵儿的感应。 这气韵迸发的一刻,许青石海内的小白蛇,本能地散出一抹渴望。 这些龙蛇是古灵族的气韵所化,它们样子清晰,鳞片也都散出清韵,栩栩如生。 即便是被天道所诅咒,可古灵族传说中是望古大陆汇聚气韵的天命之族,所以哪怕到了今天,依旧有属于它们的天命。 许青木中露出灵力,既然灵儿的魂无法被召唤归来,那么它索性从血肉山上一冲而起,直奔灵儿的魂。 那些青色气韵所化龙蛇必可发出威胁的嘶吼,仿佛只要古黄一声令下,它们就可以瞬间将许青吞噬。 许青不为所动,速度飞快,向着灵儿的魂临近,紫月之力随之散开,那些气韵龙蛇纷纷躁动,可却不得不退避开来。 随着它们的后退,禁锢之力有所消散,灵儿的魂体不再颤抖,本源的感知变得强烈之时,许青的身影出现在了灵儿的魂体前。 它没有任何迟疑,左手抬起,立刻就将灵儿的魂取来。 碰触的一瞬,灵儿魂外的黑光消散,而许青使海内的小白蛇,在童源的吸引下,直接就出现在了许青的身体外, 飞入灵儿的眉心中。灵儿身体一阵,睫毛微颤,慢慢地抬起头,第一眼看到的是许青的身影。 许青哥哥,这是梦吗? 灵儿的脸上带着茫然,喃喃地语后,魂体泛起阵阵虚弱之意,显然离开肉身的时间太久,他有些支撑不住了。 灵儿不怕,我带你回家。 望着虚弱的灵儿,许青轻声开口,挥手将其笼罩在怀中,急速退后,更是一把捏碎了板泉路老头给予的玉剪。 玉剪的碎裂的一刻,在古灵皇大世界外,在封海郡的牧林族内,在那灵渊至上祭坛边缘,焦急等待数日的老头,身体猛地一震。 他满是憔悴的脸,所有的皱纹都颤抖起来,似乎有一种名为希望的力量,从他全身各处生腾而起,弥漫血丝的双眼也都一下子露出前所未有的明光。 他没有任何犹豫,飞速掐绝,身体颤抖,心跳加速,全身的血液在这一刻急速地流动,激发出血脉内的封印之力。 更有一道道独属于牧林族的灵气,在这一刻从祭坛之上,从那盆地内的一颗颗大树的根须散开,飞速地向着老头汇聚。 板犬鹿老头浑身抖动,眼睛赤红,全身血管瞬间鼓起,头颅轰的一声裂开,无数触手飞舞,纷纷自行断开。 大片大片的鲜血从触手上喷洒出来,挥在了板犬鹿老头的前方,形成了一个三丈大小不断蠕动的血团。 开! 轰鸣中,那血团急速转动,锁定玉茧的指引,四处了一条细小狭窄的缝隙,连接玉茧所在之地。 无穷的死气立刻就从缝隙内扩散出来,充斥八方的同时,透过这个缝隙,板犬鹿老头激动地看到了被许青呵护在怀里的灵儿。 而这缝隙极为不稳,出现后难以维持多久,此刻刚刚形成就要闭合。 更是在这个时候,缝隙内许青所在之地,其前方的苍穹默然间震战起来,古灵黄的眼睛似要睁开。 大世界血肉山上,许青神色一变,他感受到比之前还要恐怖惊人的神威,此刻在这四周骤然爆发。 天地模糊,万物扭曲,来自古灵黄的撕裂之力,随着眼睛的慢慢睁开,降临世界,一股苏醒的波动,轰鸣大地。 所有恶魂尸骸,全部跪拜。 而许青这里,剧痛前所未有的传来,依靠紫月之力勉强抵抗。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时间发生,许青身体颤抖中没有半点迟疑急速倒退,靠近身后来自版权鹿老头开启的缝隙。 这缝隙的不稳于这一瞬无比强烈,正飞速地消逝,其内传出版权鹿老头,焦急无比地嘶吼。 灵儿 许青不假思索,一挥之下将昏迷的灵儿之魂,直接送入这缝隙内。 随后自身站在了缝隙前,站在了灵儿前,用自己的身体,阻挡来自苍穹上此刻逐渐睁开的灵黄之眼所散发出的滔天审威。 轰的一声,许青的身体撕裂之一更为强烈,上市爆发下鲜血弥漫,顺着道袍洒落,但她的阻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 其身后缝隙内版权鹿老头的手,抓住了灵儿的魂,她似乎也想救许青,可如今已来不及,只能收回,几乎在其回归的瞬间,这裂缝再无法维持,崩溃消散。 许青笑了,她苍白的脸上,在来到这弥漫死亡的大世界后,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 她很清楚这缝隙太小,自身是无法通过的,但没关系,自己成功了。 成功地将灵儿的魂找到,安然无恙地送了出去。 而此刻,苍穹的裂缝彻底张开,一只巨大无比的昏黄树桐,出现在了天空上,如天之墓,凝望许青。 这一瞬,四周八方无边无际的尸骸亡魂,全部低头发出狂热的低吼。 黄,声音之大,震耳欲聋,传遍天语。 不仅他们如此,苍穹雾气内的龙手,大地起伏的巨蛇,还有那冥河内一道道恐怖身影,以及远处的无数战车煞兵,也都在这眼睛睁开的刹那,发出低沉之声。 黄,苍穹上,那巨大的眼睛透着淡漠,其内昏黄的瞳孔四周,燃烧着黑色的火焰。 一股堪比神灵的威压,笼罩大世界,许青身上的伤势无法控制地爆发开来,似乎古灵黄的能力可以让一切伤势在瞬息间数倍地被放大,这实际上也是撕裂的本源。 面对它,自身的伤势越重,反应就越大,而在这奇异之力的作用下,即便是轻伤也会眨眼间成为重疮。 更因撕裂的持续,所以就等于是不断地层层扩大。 可以想象依靠这种能力,古灵黄在全兽时期,那些与其对敌者必定是极为艰难,不能有丝毫上市,只要一点点伤,就会被瞬间加持到极致。 而许青的身体,此刻也在这撕裂下不断地碎裂,血肉一块块脱离下来,又被紫月之力强行拼在一起。 这个过程传来的剧痛如大浪一般,尤其是那种自己的血肉挤压在伤口的感觉,化作钻心的颤速,但它举起的右手,没有松动丝毫,抓得更紧。 艰难地抬起头,与古灵黄对望。 瞬息间,无尽的信息直接就冲入许青的脑海,不断地冲斥,不断地爆开,不断地翻腾。 这些信息杂乱,越含残烈,越含了疯狂,使得许青头部碎裂加剧,脑袋鼓起,似要炸开。 更有恐怖的意志,在许青的心肾内轰然扫过,震动石海,仿佛要将灵魂碾压,而毒尽之力也在这一刻升起抵抗。 苍龙更是发出咆哮,从第六天宫内升腾而起,一样阻挡。 随着苍龙的出现,这强大至极的意志微微一顿,显然认出了苍龙身上的天道。 如天雷一般的神念,在许青心中淡漠回荡,你手中赤木神源,应是掠夺而来。 许青墓中的血丝如今成为了裂痕,鲜血顺着眼角流淌,它望着上方模糊的巨木,声音沙哑。 那又如何? 话语间,许青右手的紫月光芒再次爆发,其体内第四天宫剧烈震动,苍穹的紫月一样月光闪耀,其边缘位置此刻开始泛红。 这红正在扩散,仿佛在紫月之后,有一片无比浓郁的血色,正从世界之外向这里笼罩下来。 要么让我走,要么一起死。 许青艰难地一字一字开口,与巨木对望被动获取的无数信息,虽然它脑袋要炸开,泛起强烈的疯癫感觉,可从这些信息里,它多多少少获取了一些感知。 神灵是可以相互吞噬的,一旦红月降临,一股灵黄如今的状态,的的确确将会成为实物。 这个认知,使得许青坚定自己的威胁,必定有效。 而此刻它已经要坚持不住了,身体的剧痛与脑海的无数杂乱信息,让它天旋地转,若非紫月之力在此刻阴成了信号,被明明牵引前所未有的高涨,它早就形神俱灭。 可之前话语传出后,苍穹拒目的凝望,依旧强烈,许青心头发狠,低沉开口。 红月,红月。 随着许青的呼唤,苍穹色变,大片大片的红斑,直接就在天空上形成,越来越多,彼此之间甚至都开始了蔓延,想要连接在一起。 这是许青主动召唤红月,以自身权柄主动呼唤,与之前的被动吸引,是完全不同的层次,差距极大。 苍穹,大红。 巨木瞬间收缩,似有急促的呼吸声在天地回旋,更有惊怒迸发,最终化作了一声包含压抑情绪的嘶吼,回荡开来。 滚。